特洞在今年初荣获全球21大智慧城市之后 这次再从300多个全球城市中脱颖而出 入选成为2016全球21大智慧城市 运用网络的便利 特别整合系统加持服务 推出智慧社区平台 10号下午举行成果发表会 并在会中颁发乡镇机关一化服务奖 跨机关与护镇单位推出了三合一的服务 让民众是很甘心的 台东虽然他是在花东地区 可是他目前真的是 在用整个网络打破了一个疆界 那目前我看到很多县市政府 也都想跟台东来学习 这就是我们希望能够看到的 从台东出发 让全国都有同样的一个智慧城市 台东县幅员辽阔交通不便 老人 长障人士 以及弱势族群 比例居全国之冠 为了改变台东县先天上的弱势 以及所面临的困境 将有限的资源 利用网络的便利 低化服务到家 不管是中央 驻台东的机构也好 或者我们台东各个局处也好 甚至于乡镇公所 各自都有各自很重要的资料 只是这些资料 有的以前是用手写的 现在可能已经输入到电脑 我们都要让它统一的格式 能够输入到台东云里面 那这样子很多就可以套叠 然后就看 大家在运用这个上面 当然要有一些想法 要有一些创意 那如果是这样 我们持续朝这个方向去走的话 将来这个大数据整合起来之后 它可以提供的 这个 这个 无限的这种 可能 可以让它 大家来 来运用 那这样子让台东整个 往智慧城市的迈进 就会 再更加 更加一步 我简单讲 现在台东 我到别的县市 不一定i-Fi可以用得到 在台东 走到来就可以使用得上 在这里也是非常感谢我们国外会 多拨点机会到台东来 让台东的生活好拨一点 谢谢 县长黄建廷最后也表示 未来并可针对台东县政府 决策资源 以及业务执行上 可提供有效的管理和应用 包括治安管理 灾害防治与救援 疾病医疗防治 交通 观光 以及都市规划等各项应用 持续开发创造更多 在地化的家职服务 带给全民更贴心的服务 与便利的生活 东台新闻 温格 台东市 参谋报道